台庆劇《超能試者》來到結局編 日前一班演員陳展鵬、陳山聰、林子善、劉沛月 劉詠璇、張國強和伍樂儀 以及監製商約食飯看直播 劇情講到KK飾演的袁叔壯烈犧牲 所以山聰也說笑話 這頓是特意為KK而設的寬送飯 而他也透露這場重頭戲背後的拍攝故事 因為我們拍了五天 五個晚上 這場戲五個晚上 大家會看到分別有一些文氣 其實昨天已經開始了 講他生意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天拍了一些文氣 然後有一部份就不見了我的 因為我去了生兒子 真的是Jacko出生 就是這場戲 然後我回來 我繼續今晚最厲害的那場激戰 這場戲壯烈地犧牲 我想這場戲很轟動 還有幾會令到人很感動 或者很憤怒 很忍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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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面前幾乎都是忍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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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忍何 incap 突然看到一個人生氣表達 Chris 做天前的渾了忍住ton -的你來 Feeling 傾 他十幾分鐘 - 對 今天就很墮入自己的女朋友的爸爸 今天就覺得很辛苦 剛才一段電影結束後 終於可以鬆開口氣了 誰知道編劇和監製怎麼會讓你猜到 你明明在劇中離開了嗎 又想多做一個表演 阿滿在劇中飾演展鵬的老婆 不過他們之間的所有相處 其實都是展鵬幻想出來 兩人的走向究竟是怎樣呢 今天阿滿都有親自解話 其實可以很飄忽 為甚麼呢 因為我是在展鵬幻想中 其實我曾經存在過 但大家已經知道我是在她的幻想中 但其實她何時突然病發 她現在也有些問題 對 她現在也有些問題 很大的精神問題 我會否突然出現呢 大家就要繼續看下去 劇集播出以來反應不錯 不少觀眾都很捨不得劇集完結 希望劇組可以原班人馬開第二季 不過監製的答案恐怕就要令大家失望了 見好就收吧這些東西 基本上呢 因為為甚麼呢 最精彩的東西 我都在每一套戲裏面 都放進去 出盡力去做 好 好 網友也很好 不客氣 下一套 原班人馬玩 古裝加時裝 很有想法 古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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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古裝的場景也有 天天又天又天又 跌下懸崖也有 有人喜歡上去看劉怡船 古裝 古裝 這不是三點式 是肚兜 好 好